OK,接下来我们看历届的选择题 第十章的 如图所示的电路中 灯泡Q烧坏了 然后呢,S呢,接通的时候 哪一个会亮 因为Q烧坏 P跟R呢,都跟Q呢,是串联的一个关系 所以P跟R呢,也是亮不了 所以只有K跟L是可以发亮的 OK,答案是B OK 第二题 第二题在图中 哪一个连接方式是不正确的 不正确的应该是C 怎么说呢 它其实是 它其实是一个短路的一个情况 你看啊,我们从正的那边走 然后呢,我们假设开关是压下去的情形 即使它压下去也好 我左边有一条路呢 是完全不需要通过任何的灯泡的 所以这种情形它就是短路 它会绕过去 再来到这个下一个交叉路口的时候 它又发现到,咦,右边又是没有任何的用电器 没有任何电阻 它又绕过去 你就会看到整条路走下来 是完全没有通过任何用电器 这种情形就是短路 然后呢,是属于错误的一个连接方式的 OK 这题的答案是C 第三题 哪一个是画的正确的 一样应该是要看有没有短路了 首先看C C的这个呢,你会看到如果开关压下去的话 它就会有出现短路的一个情况 A跟B呢,其实是一样的 然后呢,你要看的是开关压下去的时候 开关压下去,正的走过来 绕一圈,也是没有通过用电器 也是短路 这个B的话呢 开关压下去,又是属于短路的 只有Donkey的这个 你看Donkey的这个就很简单吧 就是一条路的 然后又有用电器,又有开关 这种其实要错也很难的 对不对,这种要错也很难 OK,所以答案是Donkey 第一题 第三题,Donkey是正确的 OK,也是大部分 大部分的人都做对了 第四题,下图哪个连接是错误的 看到了 看到了,这个Donkey是错误的 怎么说,从正这边出发 左边有一条路回家 直接绕一圈,没有通过用电器 属于短路 OK,所以第四题的Donkey是错的 第五题 若只有一个开关 同时控制两盏灯 那这两盏灯可以怎么连接 可以串联,可以并联 当然是C OK 有一些同学就认为说 只可以串联 注意并联的话 开关在干路上也是可以达到 同样的效果 这个他经常会考这个Point 来,经常会考这个知识点 第六题 第六题 在右图 我们的 它是一个导线 导线放大后 它有正的子子 跟负的电子 然后 它会怎样走 我们的电流如果是从下面往上 代表这里是正 这里是负 我们的课本就有讲到 电流的方向是正离子移动的方向 照理来讲 正会往上拉 负的离子呢 就会从负到正 但是你要再注意 如果是导线的话 那个正离子能够移动吗 不行 它的这个正电荷 应该是叫它正电荷 它不叫正离子 因为它的正电荷 就是它的子子 它的原子核 所以它其实在固体的一个情况下 完全动不了 就跟我们的那个静电一样的道理 它只有电子可以移动 它的这个子子呢 是被绑死了 那什么时候正的电荷可以移动呢 比如说在盐水 在溶液的情况 那个正离子呢就可以移动了 正电荷就可以移动 所以这个情形哈 正是不会往上移 只有负是从上往下 ok so只有负是向下的答案是东西 好 所以这个要注意一下 第六题答案是东西 而且这种题型好像也不止出一次哦 出了好几次了 ok 这个等下我们看一下还有没有再出现 如用途所示 闭合 闭合开关S的时候 L1跟L2都不亮 结果呢它就用一条导线 连接A跟B 还是不亮 再来连接B跟C 它也还是不亮 所以代表什么呢 代表那个问题不在L这一边 也不在L2这一边 那可能在哪里 可能在这一段 所以可能是什么呢 可能在S2那边本身就 那个开关可能不好了 你压下去也好 它闭合也好 它都断开的 所以可 这个可以判断说 它应该是S这一边 L2那边跟L1那边呢 应该都没有问题 因为 照理来讲 如果问题在L1 我连接AB 我的L2应该会亮 或者如果我是L2坏的话 我连接BC 照理来讲 L1是会亮的 所以为什么它要这样子来连接 它就看说 到底问题出在L1还是L2 因为串联嘛 两个 其中一个Y就不亮了 但是如果我这样子test 都还是不亮 它可能错误 问题点在S的位置 OK 所以第七题的答案呢 就是A了 第八题 当自动 自动电压力锅 当自动电压 电压 什么来的 压力锅的压强 它应该是电自动的 跑电的压力锅 压强过大或者温度过高的时候 它的发热器就会停止 像这种好像 这种压力锅 它长什么样 我家里以前有一个 它 样子很像电饭煲 有一点像电饭煲 所以它其实是有发热式 发热器 但是呢 它要测量那个压强 如果万一它压强太高的话 它也不能继续发热了 不然的话整个东西会爆开 压力过大 开关会自动断开 温度过高 它也会自动断开 这样子的话呢 它就不会有过热 也不会有过压的一个危险 OK 你要看的是 我只要其中一个断开 它就必须断开 它只可能是A或者是B 基本上你也不用看 有没有C跟D 这个C跟D有点太复杂了 对吧 C跟D就是看起来就不是 它要么就A 要么就B 所以你这样子来看 如果我今天 两个是压下去的 然后过热它会断开 所以如果我是B的情形 我没有过压 我过热 过热断开 它会不会跑 它还是会跑 它就会走上面 所以这个B不行 你就必须要选A了 OK 第18题 当着A 第9题 打开电冰箱的门 那个灯泡会亮 关闭门 电冰箱的灯会熄灭 但是呢 不管你开门还是关门 它的内压机 这个就是 所谓的内压机 就是那个自冷剂 它的整个的电冰箱 它其实是有一个 把那个气体压缩 让那个温度升高 温度升高了之后呢 它就会可以在外面 把热排走 然后呢 里面就会冷 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操作原理 所以它会有一个 我们叫做内压机 压缩机 压缩机 刚才读错 压缩机 所以这个我们叫Compressor 英文叫Compressor 这个Compressor 基本上有另外的叫法 叫做自冷机 也是可以 OK 所以我不管门开门关 这个自冷机都会操作 代表说 我的这个门上的这个开关S 只控制灯泡 只控制照明灯 所以开关S和照明灯是串联的 但是内的这个压缩机呢 就跟这个灯泡呢 是并联的 因为两个是可以同比操作 答案就会是C OK 第十题 有一个电源 两个小灯泡 一个开关 若干电线 开关闭合的时候 两个灯泡都会亮 断开的时候 下列两个是正确 闭合的时候两个都亮 我们就不晓得了 因为它有可能是并联 也有可能是串联 OK 所以如果它断开的时候 它两个都还是亮的话 代表你要开关并没有控制任何东西 OK 如果它两个都不亮 它可能是并联 可能是串联 所以一定是并联 这讲法也不一定对 如果只有一个灯泡亮 那它肯定是并联 所以答案就会是DONKE 因为能够独立操作一个灯泡的 这种情形就一定是并联 所以答案是DONKE 第十一题 下列的说法中哪一个是不正确的 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把正极跟负极直接连起来 因为这个是短路 不行的 电流的方向是从正极流到负极 电路中的电流方向 为什么我们要emphasize电路的电流中 因为你看我们的电路 我画一个简单的电路 正极在这边 负极在这边 你在电路中的电流是从正极流向负极 它的意思是这样 但是你在留意 它一定是一定是一个缓的嘛 那也就是说从负极流向正极呢 在电池中呢 它是负极流向正极 所以这个也要注意 当然我们每一次都是 应该是没有 收发没有考过在电池里面的电流 是从负极流向正极的 收发是没有考的 不知道哪一个老师有这么狠 就这样的题目 ok 我们一般上问的是在电路那一边 就是电池外 电池外 它是从正极流向负极的 ok 所以这个也是对的 正极流向负极 电流中如果不装开关 会造成短路 没有 不装开关 像我这样子 我不装开关没事的 但是不装用电器就会短路 ok 所以不装开关是并不会造成短路的 所以这个C的讲法是不正确的 一般上呢 我们的电路是有电源用电器开关导线 这个对啦 一般上是这个四个component 当然你可以舍弃那个开关 如果你不要控制它开关的话 你可以一直亮着的 就可以不用开关 第十二题 这个图呢 是家家同学就连错了 它的L1跟L2 它要并联 它错在哪里呢 你会看到是 它的电流流过L1过后 这个L2是 bypass掉了 所以我要怎样让它可以两个都流 而且是并联的关系呢 我把这条去掉 变成A1 好 那个电流呢 就会这样子走 两边都走 而且 而且 而且是并联的关系 两条不同的路 所以 EB 改去EA EB 改去EA 第十二题的答案是C 都做对了 很好 第十三题 在这个图里面 的电路 我们要L1跟L2 是串联 你自己连看的 S1 S2 你要按哪一个下去 你看啊 如果我要一条路通过这两个的话 有些同学讲 我可以不可以这样子走 这样子走 不可以回去正负那边 对吧 不行 它不可以走过S1 它必须要这样子 那我要回的话 应该是从S2这边回 没有可能从S1这边回 所以 你要压下去哪一个 S2 这题 所以 只闭合S2 就可以了 当然 你每一个呢 你可以去看一下 它是有不同的情况的 如果我今天要并联的话 我就要这样子来走 对吧 这样我就要闭合S1跟S3 S1跟S3 这个是并联的 OK 串联是C 串联是C 呃 第13题 当然是C OK 呃 下面那些是我修改掉它的那个 写吧 第14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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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右图所示 就是这个图了 那如果我闭合开关S1跟S2的话 会有什么情形 S1跟S2闭合 你就会发现到我走S1我就不走L2了 因为S1这边没有电阻 然后再回来 这个不至于造成短路 因为它的 它还是必须要通过L1 所以它不算是短路 但是L2是被短路 你要注意我们的讲法 我们可以讲L2被短路 也就是一个零件被短路 但是它不会有危险 它不会说 所谓我们之前所谓的 整个电路短路的情形 它会着火的 它会着火火灾 电线过热这样子的一些问题 但是这个 它还 虽然一个零件被短路 另外 还是要通过另外一个用电器 这个的电流就不会太大 OK 所以这个情形只是L1亮 L2不亮 就这样罢了 其实你会看到这本课本呢 就没有叫这种情形叫短路 它只是说L1亮 L2不亮 OK 第14题答案是B L1亮 L2不亮 好 第15题 在开关 关于开关的电路中的作用 下列哪一个说法是正确的 并连电路中开关不能控制整个电路 可以啊 它开关只要在钢路上就可以了 串连呢 每一个开关都可以控制一个用电器 不行 我们没有办法单一的通知一个用电器 它要么就控制完全部 对吧 要断不断完全部 so串连呢 开关可以控制整个电路 对 一个开关可以同时控制两个用电器 这两个用电器一定是并连 可以是串连 所以答案是C 第15题答案是C 第16题 这个实物 你要怎样去看它的电路到底长得不一样 我们先从电源开始 凸上来的部分是正 所以它的正接负 负接正 我们一般上是这样子来报 负接 正接负 然后正就流出来 正的这边 它先过了一个灯泡 过灯泡 再分支 再过另外一个灯泡 对吧 然后这个开关呢 是这条支路罢了 所以只有这条支路有开关 另外一条支路是没有开关的 最后再回来它的复级的部分 有没有something like that 应该有 答案是donkey 对吧 donkey 简单 第17题更简单 请问这个是什么符号开关 第17题b 超简单 第18题是我自己想 这个呢 这个呢 是刚才的那一题 一样的题目 出现第二次了 这个只是图比较清楚一点 这个 positive代表正电的直指 negative代表负电的自由电子 这一个是正 这个是负电流从下往上 这是电流 电流的方向跟正离 正离正离正电和移动的方向一样 跟负电和移动的方向相反 但是在这边正电和 因为是导性的关系 正电和无法移动 就只有负电和会移动 所以正的是不动的 负的会往下 所以答案是donkey 答案是donkey 第18题答案是donkey 这个题目已经出现 出现两次了 不知道还会不会再出现 不过这个是老师们很爱考的提醒 OK大概是这样